好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海盗船的渐船加SE的无线游戏耳机 这也是我星期天内营救的产品 首先这是耳机的主体 有一个包 可以放耳机的 说明书 估计是 说明书 线材 麦克风 线材 这里面呢 没有了 忘了,这里还有个接收器呢 这是个非常精致的麦克风 你看这个金属的光泽 接收器 3.5毫米 这个还是非常实用的 3.5毫米的耳机结构 这里呢就是Type-C装 Type-A 这说明书的话 这里已经 用交锋起来的 我就不打开了 到时候我直接看电子版就好了 结果然这次收到的是咖啡色的 S1和葡萄板最大的区别呢 就是它这个边框呢是金属的 然后这里面呢也是 弹性还是不错了 怎么把它放到包里面 这样子 可以放得进去吗 希望可以吧 勉强 塞得进去 你看 耳机就包起来了 给你们看一下另外一款耳机 这是索尼的 你也可以看到这边 已经开了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索尼的质量 就这个样子 就开了 才用多久 这个是我弟弟给我的 首先呢 这是音量的加减 这个是切换有线和无线的 这边呢是充电的 这边是365毫米耳机接口 这边呢是解麦克风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耳机的派带舒适度吧 这个耳机呢实际上戴起来 并不是非常的舒服 特别是头颖 还有两边 会压得很痛 我们也才用了两周 这两周都是冷过去的 实在是太痛了 所以说后来我再也没有用这个耳机了 那么呢 这个耳机还有更非常神奇的地方 就是这里是左耳 这里是右耳对吧 那么呢 当你反过来 就是这里写的L 左耳戴在右边 这样的话会舒服一些 真的 当你不戴了之后呢 你可以放下来 挂在脖子上 而且呢它还不会碰到你的下巴 这个活动范围还是非常的大的 这个耳机由于不太降噪 所以说你戴起来的时候 你还可以听到外界的噪音 非常的明显 那么这个索尼的耳机呢 它配戴起来会比这个海盗床 舒服一些 这索尼的戴起来会舒服一些 这个比较适合听音乐 这个海盗床的话 并不适合听音乐 这个耳机一上手的默认的设置呢 并不是耳听音乐 那个声音 感觉 并不是很好 不过这是定位游戏耳机 所以说它比较适合来玩游戏 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个耳机呢 有线板比无线板的这个音质会好很多 但是呢 有线板有个问题 就是你戴起来的时候呢 会很明显的听到这个线的声音 特别是你活动的时候 它碰到E10 就会很明显的 就像听诊器一样 就像你戴的路耳式耳机一样 你碰到线就有那种声音 很大声 本来我还想做更详细的这个耳机的评测 但是呢 首先配戴舒适度就让我很难受 我就没有做下去的动力实在是太痛了